究竟如何找一個很自然的彈琴手勢手型手形 就是我們很放鬆地站在這裡 整隻手已經看到彈琴的好手形 譬如我們坐下 把手很放鬆地放在旁邊 好的手形又出來了 那麼好的手形就放上去琴鍵 這是一個好的手形 就是那麼容易找出來 然後如果我們要知道距離是否合適 就是伸直的手碰著這塊彈板 就是可以跌下來這塊板就叫做彈板 剛剛好碰到那塊板 然後放到琴鍵上 這個位置就是完全正確的了 假設我們要坐得很厚的屁股 坐得很厚了很多 看看能否碰到 哇!能否碰到 即是坐得太厚了 但是大部份小朋友都喜歡坐前 經常把琴椅壓到很前 手就會彈起來了 即是坐得太前 夾緊身體坐錯了 記住 坐好就是坐琴椅的前半腿 這個位置就對了 伸直條腰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姿勢了 雙腳當然要碰地 如果小朋友未夠高的腳未能碰到地下的話 就一定要用適合的椅子去放好腳仔 而且千萬不要翹腳 很多學生在彈琴的時候很喜歡翹腳 沒錯 或者自己踩著自己 很多男孩子都喜歡這樣自己踩著自己 千萬不要做 對 雙腳平放 可以分開一點點 不用夾緊身體 對 一個很舒服很自然的坐法 就是一個對的位置 沒錯 不要汗杯 這樣做得很好 記住這個對的姿勢非常重要